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相信大家都囤了很多藏宝图 今天小强花了五个小时 终于把红木灵地尔都找齐了 很多小伙伴的时间都不是很充裕 最后稍微整理了一下 专门挑了几个奖励多的藏宝点 首先是23号公路东段 这里有一棵侧倒的大树 宝藏就在树根位置 非常显眼,走过来就能看见 nice nice,三千银币到手 接着第二个 地图下方的正中间 只要靠着马路一直走 可以看到一台发电机和d4 宝藏就放在发电机旁边 第三个也在地图正下方 来到马路交叉口 靠近保安亭这里 ok,除了三千银币 还有离子薄膜和天数点 这么丰富的奖励还不赶紧过来 第四个在铁桥旁 修车厂公告牌照 第五个藏宝点 传送到黑梅阵 然后一直往下走 找到位于山坡上的火堆 oh yeah 真不错,六把天赋点到手 接着是第六个 传送到天鹅湖西岸 走到左边的家饶帐 这里有一堆飞气车轮 宝藏就藏在这里 第七个藏宝点 传送到台乐庄严 往右上方跑 进来边缩右手边 第八个在地图中间河边 附近有收败废的木床 第九个传送到湖泛镇 走到路牌正对面 保障就在拱门这里 把这个挖出来后 直接往左边走 游泳到中间的小岛上 第十个藏宝点就在这上面 最后的最后 我们传送到罗斯化工厂 往左边跑到湖中间小岛上 找到被山坡处围着的王具小车 那就这里 OK 以上就有奖励多的藏宝点 还没拿的小半 赶紧用小本砰击好 只用两分钟就能拿到两万银币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